今天讲了这么多赶上的事情 我们就来讲讲大家开心开心的 这些军事的一些事情 让大家开心开心 缓和一下心情 那要讲到军事的笑话 当然非印度莫属 印度大家都知道 从他的航空母舰下水 坐一半以后从船坞拖下来 下水典礼 然后完了以后又再拖回去 前前后后到了一二十年 好不容易自制航空母舰成军了 就发现他的航空母舰 舰载机 他自己研发的光辉战机 没办法上舰 因为他这个升降机甲板不够宽等等 其实印度的军武笑话 可以说是接二连战的不断 不管是从战机到军舰 到他的潜舰 舱门忘了关 就船沉下去 要潜下去 舱门忘了关 船直接沉下去 或者是说 他航空母舰在制造的时候 有一次发生爆炸 什么事情发生爆炸呢 不是弹药爆炸 各位绝对想不到什么东西爆炸 他的航母爆炸 什么呢 因为粪便爆炸 他粪便没有清楚 他船上造了那么多年 所有人的在那边上的厕所 粪便没办法清楚 所以累积了两百吨的粪便 那个朝气就爆炸 像这种笑话 当然是讲不完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最新的 印度的这种军武的事情给大家听 一开始 大家很紧张 印度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他做了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他要在海拔5000公尺高 中印的边界上面 设立坦克维修厂 哇 这下子不得了 对不对 你在那么高的高山上面 中印的边界设立坦克维修厂 你是不是对中印边界又有了那种 这个不老实寄予的心态 不管你把坦克开到那么高的高山 开到中印边界 在那边维修坦克 究竟你想做什么 大家就开始猜测 其实我跟各位说 这个印度在那么高山上面 开坦克维修厂 这个新闻 我从2020年 就四年前我就开始注意 大家要知道 中印边界冲突 当然除了说是真的开战那一年之外 之后最近有两次的边境的一个冲突 一个是2017年那时候在洞朗地区中印边界冲突 然后第二次就是2020年的边界冲突 那第二次是在班公湖那个地方 因为中国占领了这个有力的地形要点 对印度来讲的话 他的军队失智 克克这个遭受到威胁 这个为什么在班公湖呢 大家都影片上面看到 那是大家来讲的话 用狼牙棒用木棍 大家规定都不要用枪 所以大家用这个木棍来对打 大家注意到班公湖 为什么在抢班公湖呢 这个班公湖很奇怪很特殊 他班公湖各位知不知道 有三分之二是在中国领地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在印度的边界 那为什么印度中印两国要打起来 在班公湖呢 因为班公湖这个湖 他三分之二是淡水 三分之一是咸水 也就是说印度那块是咸水 这个大陆解放军所控领的这块是淡水 大家知道你要在那个驻军 你就一定要有淡水 你要有水 你家才可以这个官兵 才有水源可以使用 那印度当然希望说我将军向那边推一点 我也希望有淡水使用 那中国就严守我们边境 我们双方默契 你不可以过这条线 所以那次之所以会引起冲突来讲的话 就是印度想要这个争取班公湖的淡水的部分 那现在淡水是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下 那时候双方应该发生这一次的这种 这个双方拿狼牙棒互相打 那当然这个后续来讲 双方也不甘示弱 所以说这个印度就雄壮威武 把他的坦克车开上山 准备说万一开打的话 威武坦克车 那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用的是什么武器 是轻装的步兵车 哇他还想说 哇这仗怎么打 人家用的是重型战车 就你用的是轻型的步兵战斗车 你怎么去跟人家重型战车打仗 错 我那时候就知道一件事情 你这个重型战车 你不能开到高山上面去打仗 你开上去以后你开不下来 为什么各种武器 各种武器有它适用的这种地形来适用 举例来讲 坦克车 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广大的平原或者是沙漠 那种是15G 因为你火炮射程 战车炮一打就是一两千公里 如果你火炮只能打一两公里 你怎么打 对不对 就像是进入城镇以后 你看进入城镇 等一下我们会讲说城镇战的利器 城镇以后 你这个战车在城镇里面 能够发挥你这个专场 如果说你走到一条载巷子里面 你在那个地方 你就很容易遭受被人家伏击 就像是现在加沙走廊 以色列它的这种战车开进加沙走廊 在城市里面就被攻击打掉好几辆 对不对 那地形也很重要 你灵地你就不适合战车 你容易陷在里面 那你高山上面你怎么会用战车跑到高山上呢 我想我不知道各位观众 这个你们有没有去爬山的经验 海拔四五千公尺 我们台湾还没有那么高的高山 海拔四五千公尺 第一个就是氧气你吸 你氧气你就比它稀薄 很多人到高山上面会有高山症 其实车辆也会有高山症 车辆为什么 因为你车辆引擎发动 你要吸收氧气 你氧气稀薄 你这个战车发动机就 就没办法就算你能够发动好了 你就没有百分之百的马力能够输出 所以你那个引擎 你战车引擎 你本来时速可以跑到五十公里的 你到山上你大概只能跑十公里 我们自己开车上山你就知道 对不对 甚至于电瓶来讲 如果说是在高山上面天气冷冻来讲的话 那个电瓶效力就会降低 这第一个 在高山上面天后来讲氧气你就不够 你战车就不能到那种地方去 更何况战车你不管是柴油引擎 战车应该都是柴油引擎 你那个消耗的氧气要更多 对不对 你就发挥不了这个动力 你就发挥不了 第二个 你四五十顿重的战车 你开到山上去 你那个路能走吗 我们如果说去爬过山都知道 这个我们在台湾 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说去和湾山 去武岭 我们经常就看到塞车塞在路上 为什么前面有辆车子一抛锚 后面车子就过不去了 因为那道路很狭小 那台湾还算是交通建设 还算是柴油硬铺的路面 一般的轿车都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你想想看 在印度那种高海拔 而且没有开发的山地里面 那都是泥泥的山路 狭小的山路 你战车怎么开上去 再来过桥 你怎么过桥 那个桥在山上桥顶多了不起 就是让你一般的小型轿车 能够通过 它的承载重量 了不起一二十吨 你四五十吨的战车 你开到那边 一压 那个桥就垮掉 你这个转弯角度 这个你战车 你这个转弯视野不好 你不小心就翻进山谷里面 所以我在2022年的时候 我看印度内饰军员 我老天爷 你怎么会把战车开到那种地方 这个地方不适合那种作战 你说解放军来讲 它轻型步兵车 它反而能够发挥战力 那果然不错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很多的印度的战车 开上去以后 它就掉到山谷里面 因为第一个桥断掉了 它桥承受不住 它就断掉了 断掉以后 它就临时架了一些桥 让其他后面的战车过去 但是印度知道 当这些战车 它过去之后 它可不可以下山 它不能下山 你要下山 你要把路线修好 你如果说不能修一条 能够承受四五十公顿 重战车的这种道路 或者桥梁来讲的话 你战车就开不下来 我们现在镜头就看到 那时候的这种道路状况 你现在这种道路状况 战车能走吗 所以我觉得阿三哥 真的是很有意思 它这些战车 为什么在山头上面 修这个坦克 它真的是 战车开不下来 所以说开不下来 在这状况之下 它又舍不得把这战车 当废铁把它丢到山上 那不得已 就弄一些零件商与修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那些零件 你这个发动机 在高海拔地方 你就发挥不了功能跟作用 你开都开不了 只是在那边做维修 只是浪费你自己的军备物资 印度除了这个 所以说每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印度真的是 在军武真是一个奇葩国家 这个不管是陆海空军 其实笑话可以说 说不尽看不完 因为有机会 我们再看看它阅兵也是一样 每次阅兵弄得跟马戏团一样 骑个摩托车在那边 其实有它原因在 那印度为什么 大家可能会好奇 印度这个国家 为什么 每次阅兵点凭的时候 它会骑摩托车 在那边跟马戏团一样 在那边表演 我跟你讲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刚开始的时候 它摩托车对它讲 是一种很快的 因为以前古时候 在欧洲来讲是骑马打仗 那摩托车比马好用 所以它很多部队是用骑机车的 那到印度去殖民以后 它也用机车去 那印度学一 它是学到说 机车是作战的一项工具 所以它把机车 但是它不是机车 我怎么样去研究 利用机车当作作战的工具 而它把去研究说 机车上面 我怎么样来表演特技 所以说印度里面 你不要看到这个笑话 都有前因后果 也有机会 再跟各位来说 紧接着最后一个项目 来跟各位谈谈 这两天 突然发现 有一样 这个城镇战 巷战的力气 叫战斗机器狗 这为什么突然出现 是这个 这次中国跟柬埔赛 实施2024金融演习 突然这解放军 牵了两只狗出来 两只机器狗 一只大狗 一只小狗 牵了两只 哇 这个柬埔赛的军队一看 哇 怎么有这么新鲜好玩的 这种战斗工具 那只小的 重量只有15公斤 大的重量有80公斤 那只小的还会装可爱 两只手举起来 跟小狗一样 在那边很好玩 那那只大的 就很可怕 他背上面背了一只机枪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种轻型跟重型的 他这次 解放军带了两只 我特别要讲 介绍这两只狗 这个小的那只 叫侦察用 也就是说 他可以人操作 他可以进去 有关于有一些 比如说崎区的地形 不管是山地 或者崎区地形 或者是城镇里面 他可以先进去侦察 他可以传回 这个当时 他所传到 看到的一些影像 他可以发现 敌人所在的位置 将这些讯息 立刻传给后面 那第二个 他可以做反恐使用 像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一样 当假如说敌人 这个或者是恐怖分子 躲在一个门后面来讲的话 那我第一个去攻坚的 如果用人去破门 而入来讲的话 那种伤害性 危害性 危险性是很大 但由机器狗 先冲进去来讲的话 那伤害性 危害性就小很多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机器狗 我跟各位讲一些小秘密 美国那只机器狗 是跟中国买的 美国上次展示出来 那只机器狗 是跟中国买的 美国自己 虽然说也有这种 类似发展 但是它的限制于两个因素 它发展很难比得过中国 哪两个因素 第一个供应链 美国自己本身 你要做这种机构 你可能科技上面 你研究上面 学历上面做得到 但是你供应链不足 那大陆来讲 对于无人的载具 就像是我们看到 解放军有很多 各型各类的这种无人机 包括预警机 包括查打一体的 包括侦查的 包括隐身的 各型的这种无人机很多 所以在这方面 解放军来讲 它的供应链是无缺的 第二个成本 成本的问题 你知道这两只狗 多少钱 这个人民币 小的那只一万块 人民币就有了 人民币很便宜 大的那只 也不过是三万块的人民币 那美国做一只 做一只这种 这个机器狗的话 要多少 要十几万美军 那这种机器狗 它在 为什么讲它是 城镇战的戾气 其实美国的 前国防部长艾斯培 他特别有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美国 没有城镇战的武器 我们将来要怎么去发展 但是艾斯培讲的话 他认为他特别指名了 就是他的 这个艾布莱德步兵战斗车 不适合城镇作战 我们在俄乌战争之中 也看到很多的城镇战 在加沙战争之中 也看到很多的城镇战 包括这个 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 包括不管是俄军或物军的坦克 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 尤其是进入到城镇之后 其实他施展不开来手脚 那反而这种机器狗来讲的话 更适合城镇战 那第三个我觉得说美国将来这种发展 会比不过解放军 还有一个很大一个原因 是AI技术的问题 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感觉上面这机器狗一定是 后面有一个人在操作 有一个士兵在操作 我看到什么影像 对不对 我还不知道开枪 由这个后面那个操作人员在操作 他必须这个机器狗听他的指挥 但是所谓AI机器狗 这个解放军在这方面也是他发展一个强项 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发展 因为他是私人企业 他私人企业他不会去发展这种 你战斗武器 你除非下订单给我 那我有钱赚我才会替你发展 不然的话他不会去发展这种AI系统 什么叫AI系统的战斗机器狗 就是说我进入巷战之后 我这只狗我自己可以去判断 当我看到什么时候 我不需要你后面的这种士兵来操作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目标 一判断 我影像一看 这个是敌人一个机枪 在这边正在对我实施射击 然后他开始按一个键 叫机器狗对这个目标实施射击 但是AI的机器狗就是什么样一种概念 就是当这次机器狗进入 这个作战危险作战地区来讲的话 他自己会去判断 他认为说这个地方 这个机枪正在对我实施射击 他立刻自己 他自己不要你操控 他自己就会趴下 他自己就会视觉 这个影像判断 他就去找一个掩蔽的地方 掩蔽物后面他躲在那边 让你射击不到 他自己就会判断 他不需要你后面的人来操作 第三个 那个机枪 他背上的那艇机枪 他自己就会对他射击的目标 他会自己研判 哪个目标对他也危害最大 比如说这边有步枪对他射击 那边是机枪 对不对 他自己会去研判 机枪对我危害最大 他就对那边实施射击 你后面的人不需要指挥 这就是AI怎么样去 应用在未来的战场上面 那我们台湾 在老美一直叫我们 台湾要承认战承认战 但是我们台湾到现在 连这种 连朝这方面 我们虽然说有中科院 有这些研究机关单位 我们虽然说有台积电 有这种晶片 但是我们台湾有没有发展出类似这种武器的 完全没有 连无人机都没有 那我想说不是台湾科技差 而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形态跟解放军 是完全不一样 解放军他是为战而去准备 那另外机器狗还有一点 让人家觉得会很担心的 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苏俄跟德军 这两个国家 他们那时候战场威胁最大的就是战车 所以他们很残忍 训练狗去当自杀狗 炸弹自杀狗 就是训练那狗跑到战车底下去 然后引爆炸弹把战车炸掉 那时候训练这种狗 但是你想想看这实在是太不人道了 有些士兵到最后就下不了手 按不了那颗按钮 因为那狗跟他在一起有感情 那他们这种训练过程 这都是战史上曾经发生过 让人类觉得很不人道的一种 伤害动物的一种做法 可是问题是说机器狗他就没有这种顾虑了 那你说未来会不会发展一种 自杀式的机器狗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就这只机器狗 他自己本身就带了很多的炸药 他等于说就是一颗会行走的炮弹 他走到你 他用很隐秘的方式 走到你高价值的目标 比如说你的飞弹阵地 比如说你的雷达车 他利用他身形小隐蔽掩蔽 自己有AI智慧判断 怎么样的路线 他到达你那边以后自动引爆 那你是不是防不胜防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未来很可能会看到 做在一种场景 那第三种我觉得未来机器狗的发展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现在也确定一定有的 就是用无人机带机器狗 这也是未来发展 就是我用无人机机器狗来讲的话 你毕竟来讲 你的这种电池的能量 它有一定的距离 巡航的一个距离 那可能你的范围 可能我们限制 比如说是10公里左右吧 对不对 你可能就是这范围 你回来以后没有电 你自己回来快没有电的时候 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一样 没有电了他自己就回去充电 那机器狗也是这样 没有电了他自己会回来充电 但是假设说我们有一种武器 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 这四轴旋翼的无人机 不管是带大的 可能带到15公斤 那不是 那是绝对办得到的事情 那这只机器狗 如果它再有自己本身的 AI的智慧控制来讲的话 它用无人机将你投放到 我所望的地区 我所要去的地方 将用无人机将这只机器狗 带到那边实施侦查 或者是视讯传递感知 让后面的人知道 前方地形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发展员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如果说是更大型的 这种无人机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带什么 带更大的机器狗 就像是我们现在 荧幕上所看到一样 它可以带着这种80公斤级的 带着这种上面背着有机枪的 到你的后方指挥所 对你的人员实施斩首作战 那各级指挥官怎么办 对不对 当然这种用无人机 一飞 飞个一二十公里之外 对不对 到你的指挥所去 然后突然一只狗冲进来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依解放军 假如说我们讲它 这重型的一只 这种产本三万块 我请教各位 你认为它花三千万人民币 去做一千只的这种战斗狗 做到做不到 对解放军来讲 三千万不是很大的钱 它如果说有充分的供应链 有这么大一个市场 当它做了一千只的这种狗的话 那就是真的所谓的狼群战术 我们不能说狼 我们也可以说是狗群战术 一千只的 你想想看一千只 甚至于说是上千只 数千只的这机器狗 对你的阵力冲锋而来 每一只狗身上都带着 每一只机器狗身上 都带着这种机枪 而且自己会判断 哪边要掩蔽 哪边要趴下 哪边可以快速冲锋 哪边要射击 哪个队友威胁最大 哇 那你想想 这未来的战场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 当机器狗这种武器 这个产生的时候 可能未来的战争格局会改变 那现在来讲 在柬埔寨 这次金融演习的时候 解放军已经将它 列为制式装备了 但是美军来讲的话 由于供应链的不足 由于他们自己生产的成本过高 目前在解放军来讲 还看不到这种武器 这也是 我觉得说是美中双方 在战场上很大一个改变 那也很值得我们台湾去省思 我们台湾如果说是 解放军有这种武器出现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还有没有能力 去打城镇战 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叙述到这边 也请各位观众 如果说觉得节目还可以的话 也帮忙按赞订阅跟分享 现在帮我们按个赞 让我们这些节目能够广传出去 让所有的 能够有更多的观众 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请各位也在可以留言 给我们指导 谢谢各位观众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08 맞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